当初的孔子学院 它之所以可以广泛的在全球各大专院校设立 当时的时空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全世界 随着中国崛起之后 大家掀起了中文热 我们来看到这个中文是 在全世界使用人数超过一亿 哇 这很不得了的 而且这些是外国人的一个人数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使用的一个人数这么样的多 这么多人同时在学习的一个语文 现在在国外有很多名人 他们带头在学中文 最有名的是脸书的创办人佐克伯 他还娶了一个中国籍的太太 那他还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演讲 全程 全程完全用中文演讲 而且有些外国人这个中文听不太懂 佐克伯的大致上你可以听得懂七八成 代表了他的中文算标准 再来我们看到世界投资大师罗杰斯 他非常早他就说了 未来的世界在中国 所以呢他早早的带着他两个女儿 他说我要送给我两个女儿最棒的礼物 就是让他们在全中文的环境上长大 送给他们最棒的礼物 就是让他们有一口流利的中文 所以呢罗杰斯带着两个女儿 住到了新加坡去 就让他们学中文 这两个女儿听他讲中文 你完全觉得就是华人 完全没有外国人的那种怪腔怪调 非常厉害 再来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外孙女 伊凡卡的女儿也会讲中文 还记不记得他还念唐诗 念给习近平听 还有一个很厉害 英国皇室的乔治小王子 他也学中文 现在才几岁好小 据说他去念那个我们是幼稚园 但他们皇室叫做学前班 上小学之前的一个这个课程 他就学中文 四岁不到就开始练习中文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全世界 可以说是这个领头的 这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皇室的总统的 大家都在学中文 一般人怎么可能不学呢 他们都起到示范作用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孔子学院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 全世界封学中文 所以他就开始成立了 教什么 教就教中文 那语言的部分呢 初级中级高级 他就教这些外国人讲中文 再来呢文化的部分呢 就要传递中华文化 那中华文化非常多啊 所谓的软实力 比如说呢 学论语啊 历史宗教啊 这些都是告诉你 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啊 中华文化 从以前传到现在 是什么样子的啊 还有一些 有非常中华文化的一些特色课程 比如说中国泡茶的文化 品茶的文化 中国的太极拳啊 功夫 外国人最喜欢功夫哦 相声啊 相声也是一个语言当中 非常特别的一种 烹饪啊 中国菜怎么做啊 等等等 还有写书法啊 水墨画啊 孔子学院的课程包罗万象 所以呢 除去了刚刚我们看到美国 担心的非常多 哎呦 这个情报搜集 哎呦 这个红色洗脑 但是呢 我们放下那么多的一些 这个担忧来说的话 光是孔子学院的课程 的确呢 教了非常多的一些外国朋友 关于中华文化的底蕴 我们就要带你来看看 孔子学院有哪些课程 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学习中国话 一大功臣 是广设全球的孔子学院 我学好中文 希望能去中国 你好 我叫Jack 我喜欢中文 无论黑白皮肤 为了因应中国巨大的经济市场 外国学子风学中文 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从2004年 累计拿出超过1.58亿美元的经费 在全球140多个国家 500多所中小学 设立孔子学院 让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进一共多达187万名学员 无论是唱中文歌 还是上台说相声 或大跳中国民俗舞蹈 甚至还能学习写书法 学做中国菜 孔子学院课程内容五花八门 不少外国老师和教授 乐见孔子学院为当地增添不少色彩 并带给在地人更多发展契机 虽然经常出现政治上的争议 不少批判认为 孔子学院是中共的政治宣传工具 但有学者认为 外国学生学到了各种中华才艺 基本上和政治意识形态无关 总而言之 房东 谢天谢地 专家认为孔子学院免费给外国学生 提供各种学习和训练 对于较贫穷的国家而言 当然就会越受欢迎 中国外交部也曾高调回应 批评孔子学院的声音 表示应该要抛弃以前的冷战思维 各国共同合作才有双赢 无论是否透过孔子学院认识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已成了世界潮流 就连美国总统川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 中文也相当地溜 还有美国投资大亨罗杰斯海特地搬去新加坡 让女儿学好学满中文 床前 你床 床 床 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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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的影响力与力俱增 各国担忧中国的文化侵略 借此进行红色洗脑 但对于更多外国人而言 不管是私下学习中文 或者参加孔子学院课程 这周目的也只是要为未来 做好更多的准备 三地新闻 陈他报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